昨天的印度宣布上调银行准备金率 以色列、澳大利亚先期已经加息 种种气象都表明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策略 在全球范围之内暗流涌动 甚至有经济体已经启动了紧缩周期 昨天印度央行宣布 自11月7号起将商业银行法定流动资金比率 由24%调升至25% 这也就意味着印度央行朝着收紧货币政策迈出了第一步 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弹幕始于8月24号 以色列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.75% 成为自去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首个加息的经济体 之后的10月6号 澳大利亚央行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3.25% 10月28号 挪威央行将举行议息会议 分析师普遍预测 其将会宣布加息 加息幅度为25个基点 市场还预期 新西兰央行将在10月29号的议席会议声明中放弃宽松立场